大家好 星期日報 今天是2020年11月20日 今天沒有特別的新聞 講講梁齊恩 前特首梁振英的次女 有錢人真好 她家比酒店更漂亮 那個泳池 我出了照片給大家看 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的次女梁齊恩 曾經立志成為無故而進軍娛樂圈 因為言論惹火 過去帶起不少新聞話題 她2015年跟她媽媽梁振英 在蘭桂花口角 突然一巴打過去 記不記得 全城震動 事過境遷 梁振英近年的生活已經回復平淡 龍狗為樂 我不知為何香港01這樣說 她說梁振英五官比以往政治不少 而且身形圓潤 即是胖了 她亦不時與命援 叩雄平的長女唐貝斯相聚 唐貝斯還不錯 我又不出這張照片 這張很噁心 梁振英一聲 他扮那個 是不是超能力的事 總之 紅色衣服 有個帽子 有個星星的那個 很噁心 見到梁振英 亦在社交平台曝光 他的山頂豪宅照 可見豪宅遠離城市繁曉 不單止可以看完維港的景色 更有私人 室外 無邊泳池 無邊濟泳池 還有花園 真是屌啦 性有錢 好 唉 我也想有這樣的生活 這些不用什麼酒店scation 我出了三張照片給你們看 千尺花園 壁屋也有千尺花園 赤樹也有千尺花園 黎智英也正在享受 看看梁振英要不要進去 沒錢 梁振英說原來有那麼多錢 我還以為他沒有什麼錢 不過怎麼也有五千萬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細工媒體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月費贊助 有能力的Patreon支持 多謝你們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